好,那么这一次的事故当中 其中一名26岁罹难者柯俊杰 老家就在花莲县着西乡 那么他和姐姐在北部工作多年 那么独居在老家的爸爸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那么柯俊杰是决定要回家带爸爸到台北就医 并且也就近来照顾父亲 但是不幸的是他却搭上了这班列车 而不幸身亡 那么遗体是在4月4号的晚间回到老家 那么家属是伤心欲绝 而亲友聚集在灵堂前 强忍悲伤 为死者来祷告 场面是相当爱奇 26岁罹难者柯俊杰老家在花莲县着西乡 他和姐姐在北部工作多年 独居在老家的爸爸最近身体不好 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柯俊杰特地请假 想要回家带爸爸到台北治疗癌症 并且就近照顾 没想到柯俊杰却搭上这班死亡列车 柯爸爸得知后悲伤过度 一度大量脱水进去送银 柯俊杰在台北从事家庭屠宰工作 警方询问柯俊杰表姐得知 柯俊杰和姐姐都非常孝顺 虽然常年在北部工作 却挂心着家乡父亲的身体 柯俊杰姐姐也说 爸爸身体状况不太好 所以让弟弟回家把爸爸带回台北就医 没想到搭上了出轨太鲁阁号的巴车 白法人送黑法人 柯俊杰遗体修复之后 警方也协助 柯爸爸将爱子遗体送回老家 警方表示 目前已经启动安家服务方案 提供必要协助 也期盼家属接爱 记者高双双主席相采访波动